小时候经历二战到日治时期 硫磺宝珠童年十分坎坷 战乱时生活贫困 没能读书只能做工分担佳绩 婚后日子困苦 再加上丈夫被献入狱 出狱后更因肺炎离世 全家经济重担都压在他身上 虽然也曾埋怨过老天 还是为了家庭努力的工作 五个儿子看在眼里为妈妈争气 各有成就让他的努力得到回报 提名宝珠阿姨为今年模范母亲的 永和秀郎里里长审室室表示 宝珠阿姨平时为人不喜欢张扬 曾经好几次要提名她为模范母亲 都被她婉拒 这一次是再三恳求才终于点头答应 她也说以宝珠阿姨的为人 以及对家庭的付出 绝对值得模范母亲这个荣耀 宝珠阿姨在得知确定获选为模范母亲后 还兴奋紧张到睡不着觉 可见她多重视这个奖项 我宝珠一向都很低调 所以那时候我是犹豫了很久 但是以前我好像也有用口头 从旁边敲一下 我们哥哥他们都说 哎呀那个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我这一次是一直觉得 我宝珠的年纪都到这把年纪了 我再不讲我已经是机会 这个机会很难得 她是很不希望说去跟人家说 这个模范母亲这种明显 她是不喜欢这种 长子刘峰雄曾担任过议员 其他儿子也都有副总负责人等成就 五名儿子谈到妈妈对他们的教育 都说妈妈最注重的是品性 而成绩是其次 不要走偏是妈妈对儿子们的最大教诲 宝珠阿姨在银法人生时 总算是迎来了老天爷对她的疼惜 获得了模范母亲荣耀 妈妈妈我爱你 记者简明山有个报道 我像你照片我全会顾 好啦 好